国具今年持续扩大工业车用电子等等产品 在欧美市场的占比希望借此可以提高获利贡献 法人预估在4G LTE的基地台部件 以及LED照明需求增温之下 渴望逐步带动国具被动原件的出货 估计第二季的业绩可以淡季不淡